Lay Me Down 我要唱耶和花的大慈爱 到永远我要唱 我要唱 我要唱耶和花的大慈爱 到永远我要唱耶和花的大慈爱 用我口教人知道 你大心事 用我口教人知道 你大心事知道 永远还在 我要唱耶和花的大慈爱 到永远我要唱 我要唱 我要唱 我要唱耶和花的大慈爱 到永远我要唱 耶和花的大慈爱 当我进入他的门 我的心要成仙头 当我进入他的愿 赞美中 因为这是耶和花 锁定的日子 我要唱耶和花的大慈爱 到永远我要唱 我要唱耶和花的大慈爱 到永远我要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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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唱 我要唱 我要唱耶和花的大慈爱 到永远我要唱 到永远我要唱 耶和花的大慈爱 Zither Harp 求祢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给我一颗手脚的灵 好让我能走在祢的旨意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求祢求祢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给我一颗手脚的灵 好让我能走在祢的旨意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更深的依靠 淡淡相信祢 淡淡相信为祢 一生要跟随祢 求祢给我 求祢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给我一颗手脚的灵 好让我能走在祢的旨意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如同耶稣的生命 求祢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求祢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如同耶稣的生命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更深的依靠 淡淡淡相信祢 淡淡相信祢 人生请为祢 一生要跟随祢 淡淡相信祢 淡淡相信祢 人生请为祢 一生要跟随祢 一生要跟随祢 祢兄姊妹 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再次一起在网上聚会崇拜 在我们知道 目前各种的情形都不一样 我们还需要待在家里 没有办法在教堂里面一起聚会 但是耶稣跟我们说 我们若彼此相爱 众人就认得出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所以这时候 我们要一起安静心 来到聆听圣经的教导 我们同心祷告 爱我们的阿爸天父 这时刻让我们能够专心 把身边的东西放下 我们专心来到聆听圣经里的教导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在约翰福音 十四章 十五节到二十一节 是今天我们要来到思考的一段的经文 我这时候让我读一遍给大家听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第十五节 你们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求父 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宝慧师 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他就是真理的灵 是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他们既看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再过不久 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会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到那日 你们就会知道 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有了我的命令 而又遵守的人 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人 我父要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 这是上帝的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刚才读的圣经里面 耶稣说 爱耶稣 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 什么是命令呢 这个命令是什么命令呢 其实若我们看回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三十四节 耶稣就跟门徒说 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你们若彼此相爱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原来这里呢 主耶稣所说的命令呢 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 而当主耶稣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我赐给你们这条新命令过后呢 接着耶稣就继续地教导门徒 并且要门徒 你要信上帝呢 也要信耶稣 在旧约呢 人们信上帝 主上帝 但是呢 对他们说要接受耶稣是神 很难 所以呢 但是他们对上帝的那个概念呢 又蛮抽象 不是太多的人可以有亲身的体验到上帝 只是一些特别的人 比如说摩西啊 一些的先知啊 以利亚 但是呢 如果今天耶稣说 你们要信上帝呢 要看到他呢 就要信耶稣 因为呢 主耶稣他接着说呢 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知道呢 要去赴那条道路是什么 因此呢 他根本说 你们信上帝 也要信我 然后呢 同时耶稣继续说 你要认识上帝呢 你就要认识耶稣 要信耶稣 就是认识上帝 信上帝 因为呢 耶稣解释说 他与父本为 就是一体的 他说 信的人呢 要做 接着他 他就教导门徒说 我现在做了很多东西 但是信我的人 将来要做 比我做更大的事 但我们在做主公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在做主公 就是说 你无论求什么 都必成全 所以呢 在今天的背景呢 十四章 十五节之前呢 耶稣跟门徒说了什么呢 他说 要信耶稣的道路 然后呢 要更深认识耶稣 就是上帝 跟耶稣 本事一体的 然后呢 要做 耶稣做的事情 而在这些东西里面呢 我们 要有一个的 背景 就是遵守 耶稣的命令 彼此相爱 但坦白说 我们今天 要做主的功 不是那么简单 特别如果 我们只是要 靠自己的能力 靠自己的毅力 靠自己的知识 靠自己的 各种的才能 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不容易 因为呢 很多时候 我们做到一个地步 我们可能会咬紧牙关 只是为了做而做 就很容易的心累 然后呢 会觉得想放弃 然后有时候会失望 然后在面对各种压力挑战的时候 会脾气暴躁 然后甚至有时候做到呢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 失去方向 但是耶稣说 我们今天 在服侍上帝 我们今天要服侍 做主的功 比耶稣更大的功 要怎么办呢 耶稣说 父 会赐给我们 一位宝会师 约翰福音刚才所读 14章15节 然后16节呢 说什么呢 我要求父 父就赐给你们 另外一位宝会师 这里的另外呢 可能会让我们 以为是另外一个 其实他 在原文的意思呢 就是说 耶稣说 我虽然不在 我身体 我的实体 虽然不在门当中 但真理的灵 宝会师 宝会师 神的灵呢 依然与我们同在 这里的宝会师呢 在希腊文呢 用了一个字叫做 Para Kratos Para Kratos呢 它就是代表 一个的宝会师 一个的 带求者 一个的 灵径者 然后如果我们 把这两个字分开呢 Para呢 就是同平行 再跟我们一起走 然后Kratos呢 就是Kaleo 就是呼求 他的名字 虽然有些说 在有一个的图像呢 跟我们说 圣灵呢 神的灵 宝会师这样子 他就陪着 我们一起走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呢 这里 讲到一说 这个宝会师呢 就是真理的灵 只有信靠耶稣的人 才能够认识到 这个真理的灵 耶稣想告诉门徒 他的肉体 虽然不能 没有永远的 跟我们在一起 但上帝真理的灵 使我们依然 可以看到耶稣 听到耶稣 并且感受到 他的同在 在这个 这个 管制的期间 行动管制期间 然后教会呢 我们就 有去找了一些 在家庭上 经济上 有一些困难的家庭 我们就 煮一些的食物 就派给他们 然后呢 我的工作是负责煮饭 我会煮饭而已 所以在星期四 刚刚过的星期四呢 我就煮饭了 我就煮了洗米了 煮了我就放在那边 然后我就去做东西 突然间呢 有一个的感动跟我说 哎 你的饭没有开店啊 我记得有啊 有开了啊 但是我顺从这个声音 我快点回去检查一下 电是开了 但是我的那一个 啊 圣灵呢 他就是宝慧师 真理的人 当我们在服事上帝的时候 在事工上的时候 他与我们同行 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看到 耶稣与上帝真实的同在 所以耶稣 他应允我们 他跟门徒说 我不会撇下你们 像孤儿一样 耶稣应允门徒呢 也应允我们 只要我们呼求 他的名字 我们就能够看到 耶稣所应许我们的 复活的盼望 因为呢 耶稣说 不只是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虽然现在看不到我 但是呢 将来将要看到我 主耶稣呢 他清楚的根本都说 我们不会被撇下 然后弟兄姐妹呢 耶稣说这个的前提呢 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个是 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 彼此相爱 一个呢 就是要在神的工作上 我们在做神的工作上 而不是个人自私想要的东西 我们想要这个想要那个 不是 耶稣不是在讲这东西 他一直都在讲 整个的救恩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呢 主耶稣基督呢 他本来 他告诉门徒说 我本来就在父里面 父也在我里面 耶稣说 但是呢 不只是这样子呢 他接着 他说 如果我们求告他的名 我们在宝会师的带领底下 到那日 你们就会知道 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本来那个关系呢 是父跟子 父跟耶稣 但是呢 现在呢 就说 耶稣在父里面 我们在耶稣里面 耶稣在父里面 耶稣想告诉我们说 其实靠着耶稣 借着耶稣 我们能够跟上帝 有一个的关系 在整个的十五节 到二十一节里面呢 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五到二十一节 这里说什么呢 然后有五个 耶稣把他讲了几件事 我把它分成五个部分 一个就是 耶稣要爱耶稣说 对不起 耶稣说要爱他 就是遵守他的命令 第二 赐给我们宝慧师 虽然世人不能认识他 但只要信了耶稣 人就能够认识 这位宝慧师 而这位宝慧师呢 真理的灵 要常与我们同在 第三 耶稣不会撇下我们 他借着宝慧师 必永远在我们这里 在宝慧师的感动里 我们的灵里 我们的灵里 依然可以看到 主耶稣的同在 第四 当我们认识耶稣 信耶稣 在他里面 耶稣就在我们里面 耶稣也把我们 与上帝联系在一起 因为耶稣在父里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多时候我们人啊 讲我看不到耶稣 我体会不到 因为我们没有尝试的去 彼此相爱 我们没有尝试的去 跟耶稣 有借着宝慧师 有一定的联系 所以第五呢 耶稣说什么呢 遵守彼此相爱的命令 就是爱耶稣 耶稣和父都要爱他 并向他显现 若今天我们感觉 我看不到耶稣 我听不到耶稣 其实会不会是因为 我们没有真正的爱他 我们没有遵守他的命令 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听不到 我们看不到 我们感觉不到 所以呢 亲爱的弟弟弟姐妹呢 爱耶稣不是挂在嘴边的说辞 或者是呢 我们在各种的知识理念上 我们去讨论而已 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 我们要宣告我们爱耶稣 我们要去研究圣经 我们要去探讨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一切呢 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做到 耶稣的要求 耶稣的爱很简单 他说如果你爱我 爱耶稣 你就要彼此相爱 而且这个彼此相爱 就是遵守耶稣的命令 所以亲爱的弟弟姐妹 让我们今天 在这个的行动管制期间 更加能够凸显 我们这方面的命令 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关怀彼此关怀 这种的关怀 应该是出自内心的 而不是死板的去关怀 所以亲爱的弟弟姐妹呢 让我们今天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继续的去彼此相爱 如果我们做得不够 我们继续加油 不要气馁 记得如果不是靠着耶稣 我们做的服事 虽然做得很大 但是我们会灰心 我们会失望 但是靠着耶稣 借着圣灵保会师的带领 我们将奉他的名做得更好 愿上帝祝福大家 让你们都有平安 感谢耶稣 我们同心祷告 爱我们的耶稣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让保会师 继续带领我们 使我们能够更加的爱耶稣 更加的能够遵守 你所给我们的命令 彼此相爱 谢谢你 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使你们认识又敬爱上帝 和圣子我主耶稣基督 又愿全能的上帝圣父 圣子圣灵所赐的福 这样在你们中间 常与你们同在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礼麦子 一礼麦子 他若不落在地里死掉 无论过了多少时候 他仍旧是他自己 他若愿意 让自己被掩埋被涌击 就可以借出许多子力 经历生命的奇迹 主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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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旨意为应得的权利 在我身上成就的旨意 一粒麦子 他若不落在地里死掉 无论过了多少时候 那人就是他自己 他若愿意 让自己被掩埋被勇气 就能借出许多子力 经历生命的奇迹 主我愿意 主我愿意 让自己将从此落在地里 是上生命悲观的生命 主我愿意 主我愿意 放下旨意为应得的权利 在我身上成就的旨意 主我愿意 主我愿意 让自己将从此落在地里 世上成就的旨意 主我愿意 主我愿意 放下旨意 放下旨意为应得的权利 在我身上成就的旨意 放下旨意为应得的权利 在我身上成就的旨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